洛杉矶东方的河滨县山区从8月7日开始焚烧了山林野火 因为天干木造加上强风驻镇 火势迅速扩散 导致至少6人受伤 500个家庭被迫撤离 火势波及了16000英亩 我们在当地记者的现场报道 火山最早是周三下午2点左右 在243号公路附近 班宁市以南开始爆发 加上强风每小时30英里的作用 在24小时之内快速延烧了9英里 才花两天 烧毁面积已超过16000英亩 大火迅速向东延烧 河滨县的500户居民已经接到强制遣散令 疏散到附近的高中避难 目前共有1600多名消防员 139辆消防车 10多部洒水直升机 16部推土机和几架载有阻燃器的飞机投入救火 但火势只控制25% 有5名消防员和1名居民受伤 截至8月9日上午 已经有20几栋民宅及一栋商业住宅烧毁 至于起火原因 目前仍在调查中 新唐亚太电视 黄公瑞、黄文华编译